烏克蘭總統德倫斯基 在五號是和波蘭總統杜達會面 獲得波蘭的承諾 再提供戰鬥機協助 而美國也公布了 將提供烏克蘭二十六億美元的 軍事相關援助 至於俄羅斯總統普廷 是和白俄羅斯的總統 盧卡申科會面 討論白俄的武器問題 普廷還指控了西方的情報機構 參與俄國境內的恐怖攻擊 波蘭總統杜達 在門口迎接來訪的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夫婦 俄羅斯勤務一年多 波蘭成為烏克蘭最重要的 聯邦 不僅接納超過百萬烏克蘭難民 也率先提供烏軍戰車與米格戰機 未來幾週到數個月內 烏克蘭計畫進行反攻 奪回東部與南部失土 波蘭也再次提供軍援 折論斯基此行除了貨班波蘭最高榮譽的白鷹勳章 還要與杜達討論各項議題 農業方面由於戰爭爆發後 烏克蘭出口低價穀物 導致東歐數個國家穀物銷量 和農民生計受創 波蘭已有農民對此不滿 歐盟延長烏克蘭 股物免稅進口還導致波蘭農業部長請辭 美國也公布將在發動反攻前 再提供烏克蘭二十六億美元的新軍事援助 包括高達五億美元 愛國者防空系統彈藥 砲彈和多管火箭系統海馬斯等 針對日前俄羅斯軍事部落客 遭恐怖攻擊炸死 俄國總統普廷也批評 不只烏克蘭在佔領區 對平民犯下罪行 西方情報機構可能也參與這類恐怖攻擊 不過普廷並未提供任何證據 白宮回應美國不會允許或鼓勵烏克蘭在境外發動襲擊 同一天普廷也在莫斯科和白俄羅斯總統 盧卡申科會面 討論武器相關問題 盧卡申科表示 雙方討論部署的戰術和戰略 包括更強大的核武器 以應對來自烏克蘭西方盟友的威脅 公司新聞正偉人編譯